这鞋子好多起来 你不起来是吧 我来这个鞋子 我都起来 是不是不起来 因为这个是 你哪一种 是不是不买的 我警告你转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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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与常出事了 我知道 因为我骑马 我先把票给上来 我帮你第一次了 要可以骑我上来 我就看 不会早啊 我昨天看到你们有转贴那个 灭绝师台 在大陆的高铁 大陆应该高铁称为动车吧 不是 然后被架下去这样 然后在车内站在那边哭 那因为那个影片很短啊 所以 而且没有让我 没办法 外接音量有点大 所以 我很难去判断 是不是之前在我们 炒作战闹过的那个 灭绝师台 你可以搜寻 那个我的标题 应该是就是 不帮你买票 都该被你诅咒吗 那里面有讲什么 诶 什么 梁战长 你们梁战长 他说 说你们梁战长啊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 被关起来 他以为我是梁战长 人在坐天在看 我一开始就是跟他讲说 那个 大姐 你有姓神吗 这样 人在坐天在看 你还没有了解 因为他穿的那个 尼顾的袍嘛 那时候那穿 咖啡色的 这叫功能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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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我还可以送你的武术 这叫功能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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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跟他的那个 一开始的 呃 相遇的那个原因是因为 他要搭我们去监测 一样的在一月还要换车 他要搭我们去监测 然后再来就是 呃 一样换那个 普洋马特鲁格啊 那是 新三千啊 那一种 所以他说 那你要先去买票 然后他说 那你去给我买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我要顾越台啊 而且我等一下 马上就有车要发了嘛 不能去办买票 好 那我就去先把那个 先把那个 其他车发完 发完就看到他在 对旁边的一个 有点像陆沛的 角色的一个 富人 那那个富人很腼 他就是 嗯 那个你 就是我们这个 他灭绝师太 跟他一直讲的时候 他就是点头点头点头 那 我就听到他在讲 说什么 灭绝师太 他就说 啊什么 要不是因为我脚有受伤 我就 帮 刚刚那个人买票 刚刚那个女的 那个那个 那个人也是 要叫 叫我 就是叫我 把他买票 也是被他拒绝 怎么样 所以他在残言 乱讲 就是跟 我就过去跟他 问说 大姐你有宗教信仰吗 他说他没有 所以这很奇怪 所以有些网友说 他的宗教信仰 只是一个包装 我觉得也是 没有衣服要把你买票 所以我现在被你诅咒 就跟我们 就跟我们 居然一样啊 纯牧师的不一定代表 他行人就是牧师啊 对 就是一个诈骗 用外表诈骗 这样 或是传教者也是啊 你看 斯斯文文的 哦 也不一定是真的 在神的真理真意之下 然后所以 我就把那个 你们传给我那个 网址去听 后来我注意听 好像真的 一样是他 因为他的调子 很像那个 东北大妈的那种 那种调子的声音 这样子 那你们知道吗 那大陆是有武警 所以会到武警 那个阶段 我相信也是因为铁路机关 铁路机构 铁路机构 去叫 叫过来的 然后他终于哭了 他不是很 很嚣张吗 这样子 那 看这个影片之后 我就思考 因为在我的 在 上 我遇到的那个 事件之后啊 其实他陆陆续续 又有搭高铁 然后现在这个事件 又是到大陆的动车 这样子 我就会思考说 代表他的行为 都没有改变 那我也会思考说 那我当时 对付他 我就讲明白一点 就对付他啦 是不是太 仁慈了这样子 那当然 这终于一个 一个思考点就是说 那 我要用硬的还是用软的 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价值观 我答案是好像应该 不一定嘛 不一定 有的人是叫 然后 不到 不到 过不敢过了 有点啰嗦的 右转更打好 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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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转的 趕快去 就突然了呀 顺带一提喔 为什么这个转弯要 入弯慢 出弯快 很多人想说 那入弯慢 我能够理解啊 入弯慢 为什么要出弯快 因为你 你出弯不出 趕快出去的话 你是在弯内那边 甚至 甚至 你有的很龟 我说是 我用明显的就是龟 一转弯之后 还在那边龟 那变得你是在 有点像是在 我转弯停车的 那感觉 你是在卡别人的路线 那你有时候 那就等他 对 有人会等他 那但是如果说 你的速度慢到 人家想要超车 或者是 没有经验的人 想说 马来西亚阿尼 你慢慢来 我超你车就好了 也不一定 有时候 没有经验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贡献 所以他变成 在弯道也超车 这就是奇怪 一个是弯道停车 一个弯道超车 是不是能发现危险 对 所以他入弯 入弯慢 出弯快 我刚刚说 那个要改变人的态度 你说硬的来软的来 都有不同方法 因为这叫全变理论 每个人可以 有人吃软不吃硬 对不对 但如果他都是这样 在大群广众之下 然后你要说他今天有疾病 我相信有啦 但如果今天有疾病 然后他也不觉得自己有病 然后他反而觉得社会愧欠他 他把自己的行为认为是合理或法的话 那这就是问题的地方 就变成社会学习 我们就必须要让他可以知道说 你的这个行为在社会上是不被允许的 对不对 杀鸡儆猴就是社会学习一种 不被允许的 我们只能说祝他生理健康啊 但是我也想说讲到这个部分 生理健康代表他是现在老的 那他在 你想说从中年到老年 他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个性 甚至我说被人利用老年的优势 比如人家看他老年就不敢打他 假设这样子 或者说你说因为他有婚姻的失败 所以造成这样的偏差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无法去追溯说他的原因 我们只能说从结果 从结果来看 这种人在社会上是必须要被处理的 就这样子 那有时候不慈爱 不是慈爱不慈爱 我们对凶 对作恶者的慈爱 就等于是对其他良善老百姓的残忍 就这样子 就跟你看眼前慈爱的那个迟到的一个人 但是你是对全列车三四百个人的残忍 好吧 早上小聊到这边 拜拜 我去买早餐 拜拜